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时宣布参选台湾2016总统大选 为蔡英文以及洪秀柱这两个女人的战争投下变数 以疗愈泥巴为竞选的图像 宋楚瑜是否能够带台湾走出政党纠缠的泥沼 还是又一次缴获了台湾的政坛呢 此外 曾经公开表示九二共识已经过去 两岸关系应该有一五新观点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将率团前往上海参加双城论坛 许多分析人士担忧 柯文哲以一个政治素人的身份 太过单纯 与共产党近距离交手恐怕会输 本次的双城论坛 柯文哲是否会有过多让步 还是会迫使北京面对台湾新的政治气候呢 欢迎海下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 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而下面先带您来关注这小时的重点新闻 时间交给BOA卫视的新闻主播平章 平章 好的 谢谢要意 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 塔利班星期六声称对阿富汗另外一起致命的自杀式 汽车炸弹爆炸负责 一天前一系列恐怖分子在喀布尔及其附近地区制造的炸弹爆炸事件 导致50多人丧生 塔利班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 该组织是阿富汗北部昆都市省汉阿巴德区星期六爆炸事件的背后主使 爆炸导致至少22名亲政府民兵丧生 塔利班还声称星期五派遣三名自杀炸弹手 袭击了喀布尔主要机场附近美国特种部队基地正值军营 造成8名文职军方合同人员和一名美国军人丧生 星期五早些时候 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塔利班自杀炸弹手 在喀布尔一所警察学院的学员中引爆炸弹 炸死27人 炸伤25人 另外 喀布尔一个居民区星期五也发生炸弹爆炸 至少有15人死亡 240人受伤 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提出取消副总统和副总理职位 作为一系列改革的一部分 以减少腐败和改进政府 阿巴迪周日宣布了上述提案 此前几个星期 伊拉克人一直抗议政府管理不善 缺少服务 包括未能持续提供电力 这个计划要求取消伊拉克的三位副总统 其中包括阿巴迪的前任马利基 并取消选择官员的党派配额 以减少分配给官员的贴身保镖 伊拉克内阁星期天批准了阿巴迪的建议 但该建议需要议会的批准才能够生效 数百人周六在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城市福格森游行 纪念去年黑人少年布朗被警察射杀一周年 游行人群由布朗的父亲和家人引导 18岁的布朗2014年8月9日的死亡 引发了连续数日的抗议和骚乱 几个月后一个大陪审团决定 不起诉开枪的白人警察 再度引发抗议和骚乱 布朗之死也在许多其他美国城市 引发了抗议活动 布朗的父亲周六告诉记者 他正在帮助家庭和社区的年轻人 纪念活动预计周日将达到高潮 届时将有人游行到教堂参加礼拜活动 与会者还将默哀四分半钟 以纪念布朗的尸体横在街上 四个半小时后才被运走 以色列星期天对犹太极端主义分子 进行镇压 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两名嫌犯 并拘留了两名犹太极端分子 以色列警方说搜捕行动 与西岸最近的袭击事件有关 但没有说有多少嫌犯被捕 7月31日 一名18个月大的巴勒斯坦儿童被炸死 他的父母和兄弟被炸伤 最后星期天台风苏迪罗向中国内陆移动 东南部继续暴雨狂泻 造成洪水至少14人死亡 这场台风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 福建和浙江的灾情最为严重 当地出现泥石流 造成8人丧生 上百万人失去供电 星期六台风横扫台湾 风速高达每小时160公里 台风造成300万住户断电 六人死亡 其中包括被卷入海里的一位母亲 和他的一对孪生女儿 救援人员在台风减弱后 加紧搜救工作 好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 美国之音VUA卫视的全球要闻 宋楚瑜再选台湾总统 霍悉尼还是真疗愈 双城论坛 柯文哲与中共的首度晋升交手 大家好 两人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与中广新闻网 在8月9号魏林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黄耀义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正式宣布参选台湾2016总统大选 为蔡英文以及洪秀柱 这两个女人的战争投下变数 有分析认为 2000年的总统大选 正是因为宋楚瑜参选 瓜分了国民党的选票 才让民进党的沈水扁当选 而明年他又将如何来改变 这个选票的版图呢 四度参选的宋楚瑜 本次获得依靠第三势力当选台北市长的 柯文哲支持 这是否也代表他能够突破台湾的蓝绿之争呢 而以疗愈泥巴为竞选的图像 宋楚瑜是否能够带台湾走出 政党纠缠的泥沼 还是又一次地缴获了台湾政坛 今晚台下论坛 邀请了两位嘉宾来为大家来进行分析 而今晚跟我一块来主持讨论的是 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你好 叶博弈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要一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在海峡论坛下半场呢 我们要为大家预备的话题是 台北市长柯文哲 终于要到上海去参加第一次 他的院内第一次的这个双城论坛的这个会议啊 那么这是柯文哲 在他以一个政治素人的身份 当选了台北市长之后呢 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交手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激荡出来的火花 那么到底我们应该要如何的观察 这是海峡论坛下半场为您安排的另外一个话题 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 为大家跟大家共同讨论这两个话题的来宾 我们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呢 是践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 严教授您好 博弈好 邀逸张先生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邀逸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嘉宾 好的 谢谢博弈 也欢迎践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来到海峡论坛 在我们华府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天电视台 驻华府记者张国华先生 邀逸您好 博弈您好 而在节目进行当中 两岸的海峡两岸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来发表您对今天讨论话的一些看法 中国大陆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 请拨打400 120 0551 而台湾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 请拨00 801 148 940 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这个张国华先生 我看到从中国各个媒体的这个报道来看 分析一下 当然对蔡英文是比较抱有敌意的 那是比较支持洪秀柱 那现在这个宋主瑜跳入这个局中了 北京方面对宋主瑜的看法是如何呢 而且我们知道宋主瑜自己本人也提到说 在这个天安门这个大阅兵 今年抗战70周年的时候 他也受邀去参观了 他也说他有可能会去 所以他本人跟北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 这个北京跟台湾这些政要的关系 它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它的这个出发点就是要有助于 它最终的这个两岸统一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 它对台湾这个的政要 特别是这个蓝营的政要 国民党的政要 那清明党的政要 关系都还不错 第一呢尊重 第二呢友善 我们知道这个中共跟台湾 尤其跟国民党 这个关系最好是连战 是这个前主席 现在的这个民营主席 跟连战关系最好 跟宋楚瑜呢关系也不错 所以这个邀他去参加阅兵啊 就是这样想出来的 这个宋楚瑜加入明年一月的这个大选 我觉得这个中共心里很清楚 这个举动当然对蓝营是不利的 因为这个宋楚瑜进去 要这个瓜分的票 显然是洪秀柱的票比较多 所以这个虽然心里不爽 但是面子上还是要做给他 所以呢对宋楚瑜还是会接待他 我觉得啦这个心里有点不爽 但是面子上还是对宋楚瑜是不错的 是那我们知道说宋楚瑜针对 最近有这个台湾这个新的克刚的争议 那当然就扯到这所谓的统獨的话题 宋楚瑜他这也表态了 他认为说这个所谓的新克刚有争议 应该延缓实施 所以宋楚瑜他本身对两岸的关系 两岸政策又是怎么样子一个态度呢 我们知道这个宋楚瑜原来是正男 那当然后来跟这个国民党分道扬镳 可是在两岸议题上他是在这个台湾 内政上啊跟国民党这个区隔比较大一点 但是在两岸议题上其实他的主张 应该是传统的国民党的主张 他认为两岸之争不是统獨之争 他觉得两岸之争实际上是制度之争 那在目前的这个两岸关系中 你只要不提这个台独 那共产党都可以容忍你 你说你要民主要自由 这些他都可以听 他都可以接受 但是唯独你不能提台独 那宋楚瑜在这点上是很明确的 他觉得这个两岸之争应该争制度 要这个自由民主 那在这一点上呢 中共对宋楚瑜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是 好 谢谢您的分析 那我来请教一下在台北的嘉宾 严建发教授 我们看到最近有几个新的民调出来了 在宋楚瑜宣布参选之后 根据三立新闻台的民调显示呢 在宣布参选之前 原本蔡英文的民调支持率有46.3% 而洪秀柱呢有27% 那么我们看到在宋楚瑜宣布参选之后 蔡英文的支持度降低为38% 宋楚瑜是21.6% 而洪秀柱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到16.1% 然后我们看到联合报的民调里显示呢 蔡英文有36%的支持度 宋楚瑜24% 洪秀柱17% 在这些民调里面 洪秀柱都是这个最后一名 那苹果日报民调则是显示 蔡英文还是第一名 支持度35.67% 洪秀柱是第二名 29.68% 而宋楚瑜则是24.69% 所以现在看这些民调的显示 是否原本两个女人的战争 现在变成了蔡宋之战呢 现在目前看来还不能完全定案 因为才刚宣布 那总是有个一日行情 那接下来就要看后续这个在这个整个组织啊 文宣啊各方面动员 那当然以过去的这个我们看到清明党 其实清明党在两岸关系的这个定位上很有趣 几乎是有一半是 一半是绿一半是蓝的一个结合 所以在这方面你可以发现说 其实宋楚瑜刚好处在中间 那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补充一下刚刚张先生的判断 他的判断基本上我是同意的 但有个小小的差距是 其实不管中共也好 或者国民党内部 他其实对对宋是有意见的 甚至认为说他有举止辩率的这一种的批判 所以我想可能北京方面也不乐见他出来 但是他一旦出来以后 北京也只好支持 因为就像刚刚张先生所讲 他在两岸的这个主张 基本上是没有违反北京的 但问题就是说他这一次 九三这个就是七十周年纪念日 去得了去不了这可能还是个问题 因为我据我所了解 好像北京有一些学者也提到说 北京方面对宋提早去单方面说出来 说他受邀请这一点有点不满 那当然这是不是一个八个我不知道 但我相信接下来宋贤如要出来选总统 北京方面很难邀他参加 因为总统这个概念对北京来讲 现在目前还是很难接受的一个概念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那么还是继续来请教台北的嘉宾严建发教授 就是关于这个宋楚瑜他这次出来参选 其实不会带给人太多的意外 大家都知道 但是现在就是他参选到底会给参英文跟洪秀柱 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 那么有人觉得说这个宋楚瑜他其实这个制不在参选 虽然他参选过四次这个总统大选 但是他这次参选有人说其实是为了要拉抬这个亲民党 在立法院的这个立委的席次 那至于说在选票的分配方面 那么除了刚刚要义所为我们介绍的一些民调之外 那么这个资讯媒体人赵朝康先生 他在这个媒体上面说 如果以70%的得票率来计算投票率来计算的话 那么他预估蔡送红的这个得票率 要分配方得票率的分配 要不然就是蔡是30%送25 红是15 要不然就是蔡30%送20红20 所以基本上以赵先生的分析来看的话 其实对于蔡的影响并不大 反而是对于国民党的影响比较大 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宋楚瑜的变数 应该是这么讲 因为基本上 红跟宋都属于泛男的这个范围 我想这个过去长期 大家对他们的观察是这样 所以我想他会瓜分到这个红的票很多 但是中间选民有一些对宋是有好感 因为宋是一个他口才也很好 而且他确实从政经验很丰富 另外就是他做事的方法也是很有一套 所以我想这个是有一部分会被刮到 但是基本上大的方向应该是会挤压到国民党 但是对你说对蔡英文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 因为假如没有他出来的话 那很清楚 蔡跟红之间的差距非常大 蔡就可以比较轻松的选 但送进来以后 就会对蔡产生压力 尤其在政策论变上 但也有好处就是说可能绿营的或支持蔡的人 原先可能比较松散 他现在有危机意识上来了 所以比如说可能有些侨民 可能也许他不一定要回来投票 看这个状况他可能就要回来投票 就是那危机感会出来 那对国民党倒是冲击会比较大 因为连国民党内部也对红秀柱的行情 也不看好 但是我相信马总统最后一定会 用尽所有的资源 让红的票往上冲 所以这个地方就会造成 红跟宋之间的一个争夺 所以我想对整个泛兰集团 算是应该是比较不利的 相对于对蔡而言 但对蔡当然也有 我刚讲就是政策上的这种论辩的压力会比较大 是好的 谢谢严谨发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想请教张国华先生 就是在以往的海峡论坛几次节目当中 我们也分别请到了 比较支持红秀柱的一些学者 像是这个卢瑞平博士 还有这个陈壮飞博士 他们对这个宋楚瑜也是声声呼唤 但显然并没有什么作用 宋楚瑜还是出来当选 不知道您的看法 您在这个华府的观察 那么目前在桥界 特别是在支持蓝营的这一个部分上面 他们对于宋楚瑜 的这个参选 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看法 或者是说 是不是在桥界也有 亲民党的这个组织力量开始在动员当中呢 是这样 我个人认为 这个宋楚瑜这个决定参选 这是他的民主的权利 他自己的确有权这个决定来参选 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 那在华府这边 我们现在看到比较活跃的 是这些老乔 也就是说比较偏南的这个老乔 在这个这些侨胞里边 对宋楚瑜参选的确是非常的失望 在这个之前我们知道 他们一再喊话 希望宋楚瑜这一次不要跳进来 因为大家可以想到的 是这个2000年的那一次选举 因为他出来 所以这个分散了 这个瓜分了这个蓝营的票 本来这个蓝营是可以当选的 可是因为他出来搅局 所以让这个陈水扁当选 这一次呢 大家不希望过去的这一幕历史重演 所以呢 这个之前就呼吁他不要出来 那现在他还是要出来 所以很多人是非常的失望 这一方面呢 这个表示失望 表示反对的声音 在这个桥界听的比较多 这个表达力也比较强烈 而这个华府这边 这个橘色的这个侨胞不是太多 亲民党的侨胞不是太多 那因为人不多 所以他们这个 至少在我来说啊 还没有听到太多的反应 比如支持的声音啊 现在听到的不多 不是没有 有 但是声音呢 相对来说比较小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要意义 好的 谢谢博弈 还有下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 现在就可以拨打 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来向我们的来宾提问 或是发表您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观众 请打400-120-0551 台湾的观众 请打00801-148-940 那北京的王先生 现在在线上了 我们现在听听看 王先生有什么样的意见 王先生请说 你好 是的 北京王先生请说 我想 我想就是说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看这个宋楚瑜 他是他这个 红球组都是蓝色阵营的 他宋楚瑜 这个出马选举竞选总统的话 会削弱这个 红球柱的这个得票率 但是我 据我所知 台湾还有个台联党 台联党呢 据说是深绿 为什么 我感觉奇怪 是台联党没有这个 出人 没有人出马竞选 这个总统 这是第一问题 第二问题呢 是上一周 咱们这个两个论坛 不是谈到了新克刚 就是说 当时你们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日本血统的台湾人 他反对就是修改这个新克刚 我当然我是最近这星期 我又问了 因为我也认识很多台湾朋友 他们认为 具有日本血统 台湾人在台湾人 这个族群当中并不很多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要拿出这个美国真英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叶博弈先生 究竟台湾政府 有没有一个数字 就是统计 有多少日本裔的台湾人 如果对日本裔的台湾人 不占主流的话 请你这样我把话说完 就是说 他们反对新克刚 有什么理由呢 就是说你日本是支持者 好的 谢谢北京王先生 我会把这个问题 交给博弈 请他来回答 因为我们还有 其他观众朋友 我们把时间留给他们 接下来我们请台北的 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陈先生请说 大家好 那时候首先 宋楚瑜这次出来 他主要他的 他可以拿出来的亮点 和诉求的 最主要就是他的 行政经验 尤其是那个 过去的那个 生长的时候的 那个经验 确实是 不然有什么样的评价 什么样的原因 在民间确实是 据说那个时候 都有不错的评价 就是他的实际 行政经验的部分 至于台北主持人 刚才也提到了 他这次出来 为了拉台 拉台他的 亲民党的立委的选情 可能也是一个 主要的方向 避免亲民党泡沫化 政治有所进展 还有就是选后 说不定他还希望 如果他不一定中的话 就是蔡英文当选的话 他有跟中国大陆 有实际的接触 甚至之前的胡锦涛 还有现在的习近 也都见过面了 所以蔡英文都没有 说不定他还 希望在两岸的这部分 蔡英文永续 会不会有什么 借中他的地方 这也是一个未来的可能 这是个人的看法 好的 谢谢台北陈仙 我们接下来请台中的 姚先生发表您看法 姚先生请说 大家好 我是台中的姚先生 向大家问候 最重要 两个人出来 一就变成二分之一 然后另外一个人 虽然有三分之一 但是二分之一跟三分之一 中间需要的是什么 第三势力 老实说宋先生 他是精英党 所谓精英党就是 换栏里面的5%而已 其他都是抗外围 就是第三势力 所以他的影响 会影响到很多 蔡英文的外围组织 所以蔡英文也不要 高兴得太早 然后另外还有 最重要就是 这个两颗子弹 陈飞扁就是 当天就可以翻盘 另外蔡英文 当时选的时候 也是当天翻盘 所以这一次 不一定是谁当选 但是 民进党 他是在外面宣传 明年的总统选举 是你总统当选 所以民间在流传 这些东西 都是一种谣传 不一定会实现 可是这种谣传 这个耳语 是非常的老乱人心的 这一点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民进党的 这个作战方法 它是剑缝插针 然后它是澳分化 它是把你整个的团结 分化掉 这个是作战上的策略 提供出来 做参考 好的 谢谢台中 姚先 我们最后请台北的 黄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让我们请嘉宾做回应 黄先生您好 从那个平革日报 和专业的民调公司 出来的结果 都是红袖志跟那个 开燕文都是评分修设 为什么一大堆的 那个平面媒体也好 那个有线电视也好 就是出来的数字 就是差了一大半 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 宋楚瑜现在出来 还有数长吗 人家可以被骗一处 不能够被骗两处 一处是很无奈的 第二次 不再被骗的 就是变成那个白处 或者傻瓜 所以说 他最好不要出来 我讲过 他如果真的 要选下去的话 那我对付到底 第三个 他不要以为说 那个习近平请他去 看家 习近平是给他一个面子 到时候如果 他不配合那个习近平的话 他也会很难看 所以说 叫他 清醒一点 不要说一只嘴巴 一只在骗台湾人 对于说 你说 好的 谢谢台北的黄先 我们听到您的三种不同的意见了 我们来请嘉宾回应一下 我们先请这个在台北的 严建发教授 刚才有北京王先也提到了 问你说为什么台联党 是胜率的 却没有人出来跟蔡英文竞选呢 那至于说这个新克刚的问题 也扯到台湾的所谓的血统 这个族群跟这个 统獨意识的问题 您又针对这个方面来给回答一下吗 我三个好了 就是黄先生所提的 我是有点不大同意 其实你如果好好看一下 宋楚瑜先生在政论节目 接受专访 你会发现他其实对台湾 是有观察有关心 所以我想不需要对宋先生 有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那么负面的看法 因为他确实真的很用心 而且他确实有能力 虽然我是民进党 我不希望说他来出现 但是我们必须要平心而论 第二个就有关克刚 其实学生一直在反对的是 黑箱克刚 他不是谈论内容 他说你这个程序 不符合违法 违法是行政法 因为高等行政法院 都已经判他违法 那这样的话 所以学生不服是不服这一点 那至于台联 因为台联 他的其实能量很小 其实反过来讲 其实亲民党能量也很小 只是因为宋先生太独特了 他的意志力跟其他的党的这个主席 太不一样 所以他出来了 如果以这样能量的党 照理说要出推总统人选 其实很危险的 但是宋先生这是很特殊 那再加上刚好过去这一年 尤其从九合一选举以后 国民党确实是兵败如山倒 这个也让这个局营的 就让这个亲民党有一个扩张的这个范围 所以你看很多国民党 跳船跳到这个亲民党 所以这一次对亲民党来讲 也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机 是 好的 谢谢尹建发教授的分析 我们现在还有一位观众朋友 张化的姚先生 姚先生请发表您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 如果民党如果不顺的话 你们应该可以要去 我应该请蔡总统应该要请宋楚瑜 来将我们的行政院长 所以那个日子会比较适合 当然谢谢 好的 谢谢张化姚先生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张国华先生 刚才我们的观众朋友 包括台中姚先生都提到这个第三势力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其实宋楚瑜 他在去年台北市长柯文哲当选之后 他就担任了柯文哲的市政府的首席顾问 那这一次参选的记者会上 柯文哲也送去了一个匾额 上面写的今天不做 明日后悔 所以好像双方其实也很紧密的关系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一次台湾的新克刚争议 其实也有很多 类似像去年太阳化学院的学生是支持的 他们也是比较属于第三势力的一个分子 那宋楚瑜也因此表示说 克刚要暂缓实施 所以与柯文哲的关系 还有他对这些议题的表态 是否宋楚瑜有可能会得到 柯文哲所象征的第三势力的支持呢 是这样的 这个宋主席这次决定参选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因素 他考量的因素 可能就是柯文哲去年当选的 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案例 他是觉得柯文哲能够在台北当选 这就说明在台湾 第三势力也许还真的是蛮有前景的 那他现在借重的可能也就是第三势力 也就是说这个淡蓝啊淡绿中间这一大块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个宣布参选的那个仪式上 子弟兵有些就是穿的是这个白色的衣服 其实是有这个含义在了 我不是蓝我也不是绿 我是白色 可是这个第三势力啊 真正在政坛上 尤其在总统大选中 要能够这个杀破蓝绿的这种这个这个 将局 这种将局是非常难 这个不仅是台湾难 在美国也很难 美国也有过啊 过去这个Ross Perot他参选过 结果无计而终 后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绿党 也是几次要跳进来选 都没有市场 所以我觉得这个宋先生的考虑是没有错 这个尤其是台湾的选民实际上对这个对马政府很失望 觉得这个这个行政能力很差 之前对这个阿扁政府也是很失望 这个也没做出什么事情来 宋楚一的最大特点 不是他的亲民党有多强 而是他个人很强 他个人的这个行政能力 我们知道宋省长过去是很厉害的 那台湾现在需要一个这个行政能力执行能力强的人 那宋先生自己也以这一点秩序 所以他觉得这个他出来 可是要知道台湾目前的这个社会啊 虽然大家对县政府不满 但是这个蓝绿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个两党的这种恶斗啊 意识形态的因素已经根深蒂固了 这个今天很少 这个就是在深蓝深绿这一块啊 你很难撬得动这两个板块 所以这个淡蓝淡绿到底这个加起来 这个选民有多大的比例还很难说 我觉得这个他有这个考虑 但是他能够胜选 能够杀出这个蓝绿僵局啊 这个可能性不高 是 好 我们现在先生还有位这个新北市的黄先生 我们来接听黄先生的电话 黄先生请你简短发言 喂 主持人好 来宾好 宋楚瑜宋省长这次卷土重来 出污泥而不染 宋楚瑜是个治国人才 可惜因为政治现实 政治形势造成英雄无用武之地 但是宋楚瑜先生 雄心万丈豪情比天高 所以他这次还是屡扑屡喜 再次出来竞选总统 我们泛然的群众看到他出马 看到他那篇演说 我们也是心里放下一个大石头了 反正形势演变到最后 就是气红保送啊 这是我的感想 谢谢 好的 谢谢新北的黄先生 那我们先请教一下台北的嘉宾 严建发教授 刚才这位黄先生所提的 我们的观众里面唯一 这个很正式的 很这个明白支持宋楚瑜的 那么他说的说法 是否也代表了很多的 这所谓浅蓝或是泛蓝的 民众的心声呢 那么宋楚瑜在这一次的竞选里面 既然有第三势力的一个支持 那么您也提到说 有这个浅蓝浅绿的支持 是否他的这个 这次参选的成功的希望 会比较大一点 刚没有错 刚张先生其实他的分析 我是蛮同意的 因为你选举 这是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持久战 文宣组织 人力财力 这是都需要 就目前来讲 亲民党这方面是比较弱 那当然宋主席 他个人的 有他一定的魅力 有他的行政经验 可是他有他的这个弱点 因为我们话来讲 就是说15年了 亲民党经营到现在 其实就是一人正当 也就是说 宋楚瑜先生 他并没有发展出 比如说街帮 他的街帮人是谁 到现在都不知道 这其实就反映出 他整个组织能力上的一个弱点 或者他某种性格上的弱点 就他个人来讲 他可能是个武将 可以挥舞刀 可是要做一个 全面性的这个领导人 可能我认为还有一定的 这个结构上的这个限制 更何况目前蓝绿 这两个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的斗争 到总统大选一定会出来 那但是在个别的立委选举 很可能有些可能会分离投票 比如说投给 这个总统投给蔡 但他也许票 立委的票投给局的 亲民党 这有可能的 反过来讲 国民党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宋先生这一次出来 我想可以预测得到 就是说 应该他的这个立委的席次会增加 至少会比以前增加 但是他要选上总统 我认为还有一条 很艰辛的路要走 因为要克服的问题 其实太多了 是 好了 谢谢严介发教授 我最后请您很简短的总结一下 刚才一位观众朋友提到说 之前发生过两颗子弹 还有一颗子弹 影响总统大选 你觉得这一次是说 还有可能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那些都是负面的 最不好的 所以我想大家也要必须来 严访这种事情的发生 当然台湾的选举都是 每一次都每一次很惊奇的地方 包括去年九合一也是一样 所以我希望这种的 所谓的这种惊奇是一种良性的 而不要负面的或恶性的 那对台湾的民主化是一个伤害 好的 谢谢严介发教授的分析 有关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参选 台湾2016总统大选 是否能够带台湾走出政党 纠缠你找的讨论先告一段落 海下论坛下半场 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 台北市长柯文哲 即将前往上海参加双城论坛 成为政治素人的他 第一次与中共近距离交手 引发了关注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 锁定海峡论坛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 9点35分 将焦点转向双城论坛 曾经公开表示 九二共事已经过去 两岸关系应该有 一五新观点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去年以政治素人的身份 席卷台湾政坛之后 也造成国民党士气 选情不振 以及中共当局 对台湾的政治局势 做出新的考量 柯文哲将在8月17号到19号 率团前往上海参加双城论坛 许多的分析人士担忧 柯文哲以一个政治素人的身份 太过单纯 与共产党近距离交手 恐怕会输 这一次的双城论坛 柯文哲是否会有过多的让步 还是会迫使北京 面对台湾新的政治气候呢 在节目进行当中 海下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发表您对今天我们讨论华谛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观众与听众朋友 请拨打400-120-0551 台湾的听众还有观众 请拨打00-801-148-940 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张国华先生 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说明一下什么是双城论坛 那么这个论坛对台北 对于这个上海 还有对两岸关系 有什么重要性呢 双城论坛基本上是上海和台北市 世纪交流的这样一个平台 一个制度性的协商 那这个是五年前 由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跟上海市搭乘这样一个协议 那五年来呢 在上海跟台北轮流召开这样一个会议 取得了一些成果 比如说台北市参加上海的市博会 上海市出席台北的花博会 以及呢 在这个虹桥跟松山机场之间的这个直航 这些都是这个双城论坛的一些成果 那更重要的 它提供了这个两个城市啊 虽然不是中央政府 但是毕竟是官方的正式的持续的 这样一个这个沟通的这个制度性的协商的这个平台 所以呢 这个这一次柯文哲能不能去 其实有蛮重要的指标意义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在台北的联接发教授 柯文哲也曾经说过 尤其我们看到其实他对之前郝罗明市长有很多的这个非一之言 不过现在这个双城论坛好市长建立之后 他还是要去 那么他也说呢 他说台湾必须要有一个机会重新开机 来暂时摆脱蓝绿互动的泥沼 这种意识形态对立不断的激起 只是谋求个人或政党暂时的政治利益 这不符合台湾的长期发展 而我们看到这次柯市长呢 仍然决定要去双城论坛 但是他同样还是说两岸关系应该是一五新观点 不再是九二共识 那么这是否代表他在两岸关系 还有台湾的主权的观点跟国民党 还有民党都不一样 那中国方面的接受程度如何呢 中国现在目前已经接受他 因为有关于这个九二共识也好 或中国人也好 这些概念基本上 柯文哲现在都是间接的承认了 所以我想北京方面当然接受 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是认为说 柯文哲以他的台北市 因为所谓的这个统都也好 九二共识这个是国家层次 他市的层次可以不去碰 但他去碰这个我认为是不治的 因为柯文哲他自己自诩 他自己很聪明 但是不要忘记 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庞大组织 他整个国力现在是世界第二 所以你要跟一个政治素人 要跟这样一个组织来对这个东西 我认为是不自量力 所以我认为他其实可以不去碰这个问题 但他现在碰了以后 我认为他接下来没法走回头路了 而且很可能就是一步一步掉入 中共给他设计的一个陷阱里头 我想大概很难得到太多的便宜 张华先生要有所补充 我跟严教授的看法稍微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九二共识确实是一个政治议题 而且是两岸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用中共的话来说 我不认为说柯文哲自己想去碰这个政治议题 但是今天的现实是 你不接触到九二共识 这个中共就不跟你谈 双城论坛能不能持续 其实是中共提出来的 你必须在九二共识这一点上 你给我说清楚 现在柯文哲 大家也知道 九二共识在台湾 至少有一半人是不能接受的 对吧 那他以柯文哲自己来讲 虽然是政治素人 其实我觉得他的政治智慧并不差了 他也了解这一点 所以他不能接受九二共识 现在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出了一个叫义务新观点 什么叫义务新观点 义务新观点就是不叫九二共识的九二共识 因为这样 所以中共才说 好吧 双城论坛可以谈 你可以来 他其实如果说他做让步 那也是迫不得已 他是没有办法 不是他要碰 而是中共提出的先决条件 为了维持双城论坛 为了维持台北跟上海的这个持续的交流 所以他必须这样做 在我把现场交易博弈之前 我再请教一下 那个严建发教授 就刚才张国华先生所说的 他说并不是柯文哲主动想碰的 那我们看到 柯文哲去年在竞选的时候 他也质疑过北京官员问说 九二共识内容到底是什么 那他也说过 中国相当务实 中国国家主义 习近平对台湾也很了解 两岸互相理解 就不容易擦墙走火 但是今年的柯文哲在三月 又引用习近平的话说 尊重两岸过去已经签署的协议 跟互动的历史 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 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精神 促进交流增加善意 让两岸人民去追求 更好的共同未来 所以对您来看的话 是不是柯文哲 现在又态度上的转变了 两岸关系 台湾主权上的态度上的转变 是否就像您所说的 他已经您担忧了 已经落入这个 除了中共的一个陷阱 还是说他只是逼不得已 还是说这是他一个 政治智慧的展现呢 严教授 当然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你做个市长 你不去碰这个国家议题 但是人家问你九二共事 你不需要去特别给他挑衅 因为你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这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谈 你看到柯文哲跟北京之间的互动 都是将近了半年 就是北京提出来 他就说那是什么东西 后来又否认 就是一来一回之间 让人家觉得说你一直在挑衅这个话题 那当然北京方面就很生气 所以你看到他是在三月四号 习近平提出了地动三摇之后 他才三月十七号赶快提这个两岸一家亲 然后接下来他们之间 当然也有些很多私下互动 后来提出他们接受既有的政治基础 那大家知道既有政治基础就是九二共事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认为说他有点得不偿失 我觉得他不应该去挑弄这个话题 因为北京可能本来也没有期待他讲这么多 只有现在他说了那么多 就像刚刚张先生所讲 也知道台湾现在蓝绿的这个对视很强 你其实这样不讨好 也就是说你可能顺的故意 腻的少益 你在北京方面你可能得到接受 但是台湾这边可能有更多可能反对你 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问题可以你市长这层不必去处理 你只要在既有的既有的这些机制轨道 还有这些协议上你去进行就好 那很多东西是可以可以识问虚答的 但不一定要去挑衅这个九二共事这个话题 所以我认为这方面是他自己过度高估自己的能耐 而产生这样一个后果 是好的 谢谢领建发教授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 那么首先还是先想请教在台北的领建发教授 就是您在这个之前在这个报端也投书 发表了您的看法 您刚刚也大概阐述了一下您的看法 就是基本上您并不看好这一次柯文哲市长 跟中共的第一次交手 您觉得他似乎是一步一步的掉入这个中共的陷阱 刚刚这个要义也提到一五星观点 那什么叫一五星观点 我大概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那么整个如果说浓缩起来就是 尊重两岸过去已经签署的协议和互动的历史 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 以互相认识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的原则 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精神 促进交流 增加善意 让两岸人民去追求更美好的共同未来 那么这是柯文哲市长的这个一五星观点的这个说法 那么他现在好像也是试图要拿这个一五星观点 试图要去取代九二共识 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猜测 不知道那您觉得可不可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也有人虽然说您觉得柯市长跟中共方面的交手 他可能会败政 那但是有一些柯市长的支持者说 柯市长说他尊重九二共识 他了解九二共识 但他没有说他接受跟支持 那所以这样子也并不太了解说他就接受九二共识 不知道这两点您怎么看 这里面有两个基本概念 一个就是中国人 一个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那既然你说两岸一家亲 一家亲就是家人嘛 那就是中国人就是接受了嘛 既有的政治基础 当然就是九二共识嘛 因为现在的执政党接受九二共识嘛 所以他是绕了一圈回来 然后来理解跟尊重九二共识 所以对方也知道了 所以我意思说他实际上可以不去处理 或者他处理不需要那么急的处理 因为他才就任没多久 他现在马上去处理这个 实际上是让自己陷入更不利的状况 因为北京他的做法是这样 譬如说他对民进党 他是要求你承认 只要你承认中华民国 他就可以接受 可是当你接受中华民国以后 他会要求你讲更多 他一步一步逼你 他是这样做 所以你一定要有某种程度的抗压 那你现在一下子马上一步到位 接下来他会要更多 那我认为当这次的双城论坛 也许北京会再给他一点礼物 可是你认为他后面 以后还会再跟你要回来 所以我认为说他可能就会得到一些小的礼物 可以以后失去大的 尤其在台湾整个现在的氛围 你看他现在的高中生大学生 他的想法跟现在这个所谓一个中国原则 那是已经很背离了 所以我认为说他这样做可能会不会讨好 我就刚讲顺的故意拎的扫意 那实际上柯文哲他不需要跳出来 去面对这个问题 他可以很委婉的来处理 因为毕竟就是一个市长 他可以处理市政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是有点对他来讲 他是自己愿意跳进去这个漩涡里面 可是实际上我认为 他并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我可不可以再请教 您觉得现在是不是柯市长 就是当然中共只要遇到台湾 什么都说你到底承不承认九二共识 承认我们在谈 但柯市长就跟他说 那我就说我的一五新观点 然后好像中共就觉得是好了 反正你这个一五新观点 应该也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 我也接受了 那您觉得这个一五新观点 未来有可能取代九二共识 或者可能成为两岸的另外一个 我看很难 你包括像九二共识 北京对于国民党九二共识 都不无法接受 九二共识 包括九二共识 因为从这个北京的观点是一个中国原则 不是一中各表 国民党是一中各表 可是他现在就是暂时还容忍你 是因为还有个民进党还没拉进来 所以同样的一五共识 他现在也没有去完全去否定你 但他也不会去接受你 他会把你模糊化 然后慢慢让你进来以后 他在这有点像在放风筝 那现在慢慢拉慢慢拉 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个开始而已 这场斗争只是个开始而已 我认为后面还有更多的压力会出来 是好的 谢谢严建发教授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想请教张国华先生 刚刚这个严教授的这个分析 我们也想请教您 您怎么看待这个一五星观点 是不是能够成为未来这个两岸交流的 另外的一种取代九二 甚至可以可能成为取代九二共识的基础 那么这一次另外我们也发现到说 这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说 只是柯文哲说他尊重九二共识 让大陆接受说 你可以来这样子 那这到底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是不是他这个国台办的这个对台工作 其实还是有步骤在进行的 想请教您的观点 是这样子 我首先认为 我觉得这个柯市长 其实他并不是跟中共一接触 他马上就投降的 他不是这样一个人 其实他跟这个北京 有不断的碰撞 然后目前的这个结局 就是不断交手 而这个达成的一种妥协 那我们知道最早 我在纽约听过这个柯市长 就是选前他到美国来访问 我在纽约这个就听 这个当面听他在讲 什么叫一国两制 应该两国一制了 那以这种说法 他今天不可能 大陆不会让他去了 那他从这个两国一制 慢慢慢慢走 走到今天这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句话 一个是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 第二句就是说 在这个两岸一家亲的精神下 这两句话就是 刚刚严教授也讲了 这个既有的政治基础 就是九二共识 因为目前两岸交往的这个基础 在中共看来 就是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那中共强调一中 马政府强调各表 这是这个 这是一 第二个呢 两岸一家亲 这是习近平的话啊 是吧 两岸一家亲一家人嘛 怎么可能是两国呢 所以有了这个 这个两岸的交流才能继续下去 在我看来 这个其实啊 这两句话 已经超约九二共识 因为九二共识啊 它强调的是 一个各表 你说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说我是中华民国 这个 这是一种两 这个 各说各话的 这样一种情形 就是说 双方同意 各执己见 但是今天你说这个 你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 也就是在九二共识基础上 你又加上了 两岸一家亲 实际上是比九二共识 更往前走一步 所以刚刚这个主持人问我说 这个一五新观点 有没有可能取代九二共识 被这个北京接受为 未来两岸交往的 这样一个新基础 我觉得完全可能 这个虽然北京 一直在强调说 九二共识 是必须要有的 没有它 我们不能有交流 但是不要忘了 这个前国台办主任 就是现在的中共的外交部长 王毅先生 他之前 以国台办主任身份 到华府来访问 上一次选举之前 他就说过 他就说 我们这个坚持九二共识 并不坚持这个名称 这个民进党如果认为 九二共识 是国共这个协调的产物 我们也可以坐下来谈一个 不叫九二共识的九二共识 换句话说 北京在乎的不是这个名称 而在乎这个名称下的实质含义 那我觉得一五新观点 实际上已经超越九二共识 只是这个民进党不可能接受 蔡英文也不可能接受而已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要议 好的 谢谢张国华先生分析 以及谢谢博弈 我们接下来线上 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打电话进来 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 首先先请张化的杨先生 杨先生请说 张化的杨先生 向各位问 最主要就是 这个 像那个柯P 他们说柯市长是柯P 他那个是很有智慧的人 没有错 他常常啊 人家要问什么 他就答 他会什么问啊 很厉害的一个啊 IQ很高的人啊 然后他这个 说的什么 2015新观念 其实那个基础啊 是建立在九二公司 一中个表的那个 泥沼土上面啊 也没有那个底下的九二公司 跟一中个表 你拿来的2015年的 那个新观念 然后2016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吗 我要问大家 大家相信这句话的真实性吗 谢谢 好的 谢谢张化的杨先生 我们接下来请上海的孔先生 发表你的看法 孔先生请说 我来明确一下 这个一中个表 一中个表就是一个中国 然后个表呢 那这个个表只能在台湾表他的中华民国 但世界上那个表述中华民国的话 估计很多国家都不会承认 美国今天也可以问那个白宫的发言人 中华民国是不是个国家 我相信那个白宫发言人 应该会有人很确定的回答 好的 谢谢上海的孔先生 我们接下来请的是高雄的刘先生 发表你的看法 刘先生请说 那个柯文哲是非常投机的人 他也没有什么能力 你看他这次当选是为了 有很多人不满政府的 你看他做几个月那个民调掉了百分之十几 你现在再选没有人选 他现在去上海什么东西 也是为了应付 他其实就是搞台独的 他这次当选完全是台独势力支持的 他根本没有能力 你看他处理那个什么鸡蛋案 现在还不是不了了之 他没有什么神圣力 他做医生 他非常投机的 他根本没有能力 他完全是 他现在也是为了应付 对 谢谢高雄的刘先生 我们听到您的说法了 我们待会请嘉宾来回应一下 您对于柯市长的看法 接下来我们请河北的刘先生 刘先生请说 河北刘先生 是我吗 是 刘先生请说 我请问台湾的那个教授 你是哪国人我问问 台湾属于哪一个国家 好 这是您的问题吗 我们待会请严建发教授来回应 最后请台北的黄先生 请您简短发言 黄先生请说 大家好 那个政治人物 不能心存侥幸 如果是说 要通装妥协 通装妥协 那那一步不能用 请问 柯文哲 选那个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说那个五大案 现在通装妥协 通装妥协 现在解释了几个 一个也没有解释 结果 还陷在那里 现在连那个大地盘都在 煮那个大地盘都在 煮那个鸡蛋汤了 所以说 不要再去那边 下次下庭 很难看 这样不好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台北的黄先生 那我们就请教一下 在台北的严建教授 刚才这个河北刘先生 也请教您说 说您认为是 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台湾是哪个国家 您是哪一国人 还有其他的 我们观众朋友的发言 包括这个 所谓对柯市长的看法 认为说 他并没有能力 那您怎么看 我想请 大多这位朋友 你可以Google上网去查一下 台湾前途绝语文 这是我们民进党的 对于 所谓国家定位的说法 那我简单的讲 就是说 我们认为 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那依宪法 名字叫中华民国 我想就是这样的界定 那至于说 柯市长的这个能力 我想 当然有待检验 只是我也必须要这么讲 就是说 我不认为北京会接受 一五共识 只是北京现在 就是说他不去排斥一五共识 但他不会就是接受 他一定要慢慢的要求 柯文哲在不断的加入一些东西 包括说反台独 那你以后如果不接受这个 那他对你的说法 他就开始存疑 北京的这个做法 是一步一步拉 一步一步一步切 所以我是对 这一点我跟张先生的评价 比较不大一样 就是说 我对于北京的这种 我的这个做法 细腻度 我比较 比较担忧 比较担忧 我对柯文哲的能耐 我比较不会太放心 那至于市政方面 我想确实没错 大家最近的一些表现 也看得出来 就是说没有刚开始 这个人民对他期待 这个期待满意度那么高 所以我想 当然我们还要再持续看 不敢做判断 但至少在两岸议题上 我认为他不应该这么快的 去捅这个马蜂窝 我认为这是非常不治的 是谢谢您的分析 我们最后节目之间 一分钟的时间 我们请张华先做个总结 您也跟 晋升采访过柯市长 你觉得他这个政治素人 到大陆去 跟中共交手 您觉得他会不会吃亏 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不会呢 因为他这次能够登陆 该做的这个妥协 该做的让步已经做完了 所谓的政治 就是这个登陆的这个前提 那这个前提 就是他的义务性观点 中共接受了义务性观点 到上海以后 谈的都是市政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 这个他不会在政治上 再有任何新的让步 他也不需要做让步 他只要谈市政就好 是好的 谢谢张国华先的分析 现场交给博弈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 以及讨论 那么今天呢 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 也非常的热烈 那么有没有接到您电话的 听众观众朋友们 希望您未来继续 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九点钟 继续锁定我们海峡论坛节目 当然我们要特别的感谢 透过中广新闻网 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 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博弈 也谢谢在台北的 严建发教授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海峡论坛 就只能进行到此 感谢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还有践行科技大学 系管系的 严建发教授 参与节目 感谢两位 同时我们也感谢 在现场的中天电视台 驻华府记者 张国华先生 参与今天节目 感谢您 提醒您 来宾与听众所发表的 是他们的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呢 今天来不及参加 我们现场讨论的观众 还有听众朋友们 请到美国之音的 中文网上 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 并且留言评论 也欢迎您 在美国之音 中文网上 查询台湾总统大选 还有双城论坛的 相关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此外呢 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 争民论坛 在Facebook 或是Twitter 账号上 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 斜杠 VOABBS 以及Twitter.com 斜杠 VOACHINA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不认识 如果他不认识 如果他不认识 那是我的工作 需要在另外的方面 还要在做一个平衡 做一个反弹 做一个结果 而非语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非常感谢各位 美国之音的观众 和听众朋友们 收听收看今天的 海峡论坛节目 想要了解更多 与台湾 台美关系 以及两岸关系的 重要议题 请您锁定 美国之音VOA为事 每个星期天 晚上9点到10点的 海峡论坛 我是黄耀义 请代表美国之音 所有的工作同仁 还有台湾中广新闻网的 叶博一先生 祝您晚安 我们下周日 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